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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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糕店等大额消费 套取现金或购买方便转售的商品 令商户无意中成为洗钱帮凶 事情是江苏一花店老板毛女士收到新订单 顾客要求制作一个52,000元人民币 约33,869令吉现金鲜花礼盒 用于给女友求婚 沟通好款式和费用后 对方利用银行转账 让毛女士取钱帮忙制作 但在花束送到顾客手上一个小时内 毛女士收到银行卡被冻结的消息 经警方核实 毛女士收到用于制作现金花束的资金 实际上是涉嫌诈骗犯罪的赃款 所以说商家应警惕不合常情的订单 避免成为洗钱工具 话说回来 你身边的朋友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?